本土確診數節節攀升 每天都在創新高 六號本土突破三萬六千 一百六十八例 境外移入四十五例 十人死亡八十七例 重重症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三十多歲男性 沒打疫苗 有泌尿道結石病史 受到新冠病毒感染 加上急性呼吸衰竭 獨自在家昏迷 被發現時緊急送醫 還是宣告不治 還有一名未滿十歲的男童 也沒打疫苗 本身有慢性心血管等疾病 目前也在加護病房 以呼吸器維持中 另外有四人病情加劇 從中症變為重症 年齡層都在八十歲以上 指揮中心分析 本土病例年齡層 一月至今中重症累積537人 43人死亡 半數中重症都落在70歲到80歲 80到90歲人數最多 重症發生率以及死亡率 都是九十歲以上最高 隨著確診人數增加 中重症死亡比例提升 高齡長者務必提高警覺 把疫苗打好打滿 另外也要加強醫療收治 投藥狀況預防病情惡化 進行吳慧山 顧炎廳藏不到